一圈之后呢 有没有觉得一些比较特别的 是他觉得很想要来试试看一看的时候 他说他找到的东西 他几乎都给分成割掉 所以他其实都觉得还好这样 没有特别难的挑战 但是在台湾有看到一些 可能在欧洲比较少见的水果 对不对 他就想说那对他来讲呢 每一种水果都有他自己本身的特性 所以不是挑战 但是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 来做成成品 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把一二三 三颗柚子就逐切串在一起 好 现在第四颗柚子也切开来了 好 我们会发现喔 每一位大师不管国内国外的风格都不太一样 像是呢 我昨天有问另外一位老师 他说其实男生正做果雕可以挑战的难度比女生大 因为这是一个天生下来就比较平等的状况 男生力气就是比较大 所以他们能够完成一些可能比较需要力气 比较需要大的作品的时候 就可能要男生才有办法来完成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像是我们这一次请教 来自于日本的高本范子老师 来自于泰国的亮赫子老师 这两位女性呢 她们做作品就非常的精致 像昨天啊我们的日本老师帮我们做了一个 又白萝卜做的莲花 她刚叼出来的时候每个都说哇 就是像长新香的大小 然后很精致每一片叶子都栩栩不胜 但是我们看到保罗老师的作品呢 他走的是比较卡通可爱的风格 那我就会很想问一下吧 为什么会想要走这种卡通风呢 为什么会有很想要避上过the寸子的实际 就说你会用洋子和轻加 Brian 因為它普通的果雕都是圓形或是圖圓形 那豆腐的話那些迪士尼的那些卡路 都是圓圓的感覺 所以可以講說每一個人的風格 其實看作品就會發現飛行的東西 是在做果雕的過程當中有沒有 大概講應該先問他做果雕做多久了 做幾年了 那這二十年當中有沒有哪一件作品 或是去國外表演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作品讓他印上去深刻 從1990年開始 1990年開始 他跟那個霸人的果雕這樣子 所以我們說一件解釋的事情 重度做就會變專業 老師說他做了二十幾年的果雕 那當然一開始的時候也會像我們一樣 摸手了半天不知道怎麼做 其實我們都知道這個藝術都是從模仿開始的 所以如果不知道怎麼開始 你可以先先往看 或者是去買書來看 很多的果雕作品在我們現場也有 那想問一下他在這二十幾年的經驗當中有沒有什麼作品 是讓他覺得最印象深刻的 是讓他覺得最印象深刻的 他說獅子和龍就是其中的兩個 他們喜歡獅子跟龍的造型的火雕 所以就會盡量去發展說 我這次做這個樣子的龍 下一次我可不可以做另外一個樣子的龍 我這次獅子用柚子做 上次可不可以用柳冰做 可不可以用蘋果做 可不可以用芭樂做 可不可以用香蕉做 香蕉好像還蠻適合的 因為台灣香蕉跟芭樂很多 昨天我們也有問大師 別的大師說 日本的大師說 台灣的芭樂他有用過 他覺得芭樂還蠻適合來做果雕 還有西瓜 尤其現在是夏天 我們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老師們 都很喜歡用西瓜來創作 瓜果雕是最基本 但其實也是最困難的部分 所以他有進去的話 真的可以從自己身邊的水果 開始試看看 今天晚上回去冰箱打開來 有什麼水果 試之前稍微用刀子把它輕輕的雕一下 不管你要雕一個笑臉也好 你要雕出一個人形也好 你要雕出一個人臉也好 都是一個開始 那開始了之後呢 有興趣我們就可以繼續繼續做下去 小小的藝術的天分 你要對構圖 你要對造型 要對素描 要一點點基本的概念認識 那其實一開始上手的時候 如果你要做簡單的 單一個的果雕 其實如果你怕做錯 可以先用鉛筆在上面描一次 描一個形狀描一個圖案出來之後 再下手去用刀子做雕刻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一定很難掌握那個力道 可能你只想要輕輕的把它切掉一塊 結果一上去 整個刀就插進去 整個刮就裂開來囉 好的 現在脖子 原來剛才柯的部分 是為了要把脖子放上去 脖子也放上去了 頭也放上去了 現在把它固定下來 那麼說到以前果雕部分沒有辦法做系統教學 第一個 因為以前人沒有多的食材 吃都吃不飽了 他怎麼可能來用多的食材做果雕 第二個 以前就在黃蜂裡面才看得到 這樣子很漂亮很精美的函視 所以五徒弟跟師父之間 都是這樣一對一門關起來自己交的 其實跟很多的大師聊天 其實技巧的部分 是可以透過訓練 可以透過練習不斷的精進 但是創意的部分 就要靠自己想辦法去開發自己的想像力 跟自己的創造力 所以我相信 小朋友是最有想像力的小生物 爸爸媽媽可以鼓勵小朋友 多多的來這邊參觀果雕 在家裡試著做看看簡單的果雕 好 好的 現在已經接近完成的部分了 那麼如果想要拍照的話呢 可以往前 可以往前沒有關係喔 好可愛 還有一個小尾巴耶 我們剛才想說 欸為什麼在那個小獅子屁股的地方 琢磨這麼久 原來還有一個小尾巴要出現喔 大家待會再拍 他們的尾巴上去更可愛 請記得喔 每個作品都是5152的 因為它155年 請記得喔 每個作品都是5152的 因為它155年 在旁邊都是4152的 很期待 目前已經心情 我沒有想要解釋 這幾乎也沒有想來 就是 我 也是 這幾乎也沒有想讓 所以 我 我 I've been out of th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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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說真的對邱學者來講 模仿到心裡很好的開始喔 下次你看到今天 因為肉質做這三件作品 下次要回去就可以嘗試做看看喔 現在第三件作品是什麼啊 咱們前面講的不太一樣 龍貓 龍貓 那你們的東西是卡通的龍貓嗎 那是我這個是 黃銘波版的龍貓 哇 從早上搞個大師室在卡通的造型 我發現 欸 黃銘波它是你做的這個機器 很貼近小朋友的生活耶 我這邊要介紹一下 其實卡通它並不是西方的東西 卡通它是東國的東西 中國有卡通啊 因為各位朋友回去上網 我去查東漢人物 漢草東漢 有一些雕塑品 當時就有很多卡通的造型 那個馬 那個馬就跟迪士尼馬它就多 東漢人物 為什麼會變到西方呢 包括義大利 他已經是八國聯軍 清略中國 馬清後勤 把中國的服務 大師有這麼大的利益啊 跟他很好 他有常常說 所以你現在說馬清好了 要學習在中保五千年文化 所以他還是喜歡用筷子 好 謝謝 那一種 另外一種文化交流啊 開玩笑 不要當真喔 追蹤一些典故 一些歷史 像原明年十二次的時候 有人要不回來 在別的國家的服務館裡面 就是這樣 因為服務被當著 然後就傳到西方 所以他只要上這個網站 要被找到的 你說東漢的時候 東漢文物就有了 東漢的文物 馬的造型 就已經很像現在 迪士尼卡特的造型 因為這種 這種藝術的東西 在臨生忽育之下 一個文書 對 才會發現的 如果戰亂 戰亂就沒飯吃了 是 是